思考 求同存益 那么这些宝贵的经验都将 让我个人在未来处理两岸事务 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理设两岸关系 促进两岸和平 追求共存共同的智慧 最后我要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平安顺心 幸福共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陈主任委员请回座